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住的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节开始 我们讲第二节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主要讲两部分内容 折旧后续支出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固定资产的折旧 我经常说折旧本身就是一种贬值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最初买了一辆车 价值十万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车最多只能用五年 而且我站在现在的角度 我就断定五年之后 这个车一分钱都不值 那么站在现在的角度 预计五年后的金额 我们把它叫做预计净残值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 这个车从全新的状态 一直到最后五年之后 它一共贬值了多少钱 是不是总的贬值额 就是十万减零 从最初的价值变到最后的价值 这十万就是我们所说的贬值额 对吧 这十万其实就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应计什么 折旧额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说应计折旧额是指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原价 我或者说成原值 还可以说成什么 贬面余额 没错 然后扣除其预计净残值 就是你觉得五年之后 它最终胜的价值是多少 叫预计净残值 为啥叫预计 是站在现在预计五年之后的价值 只能叫预计 它的金额 这儿说了一句话 以计提减值准备的 还应当扣除以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之后的累积金额 啥意思 举个例子 你一看不就明白了吗 比如说我有一个设备 我明确告诉你这个设备的原值 假如说就是十万 我告诉你它就是能使用五年 我告诉你它预计的净残值 比如说就是零 好 该说的我跟你说完了 那么将来我们总的贬值额 是不是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应计折旧额 在最初的时候 就是由最初的价值减最终的价值 总的贬值额十万 没错 您不是告诉我这设备可以使用五年吗 我每年就分摊一部分贬值 比如说当经过第一年的时候 我要算一下第一年的折旧是多少 假如说我认为这种贬值是平均发生的 那是不是第一年的折旧就应该是除以五年 等应该体现两万的折旧 没错 那我问你一句话 我现在有减值吗 没有 只有折旧 是不是我可以算出来我们第一年的什么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用原值减所有的备理项目减累计折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而现在这只有折旧两万 那就意味着我只能减去折旧 那么第一年即提减值钱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就是八万 蒙的蒙的出来 我要提减值 假如说我在第一年时我知道我们传说中的可收回金额 您记得不记得我们存货叫可边厌净值 对 而固定资产叫可收回金额 我们后边会单独讲 你就把它理解为我能收回来的钱 假如说可收回金额 比如说只有五万 我告诉你站在第一年年末的角度 我尚可使用的年限 比如说还是四年 那大家想一想 我账面记载这固定资产价值八万 如果我记题减值时 我发现我能收回的钱只有五万 这不是贬值了吗 贬值我是不是应该记题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啊 对 那我要记题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我减写应该是几万 是八万 减去五万应该是几万 三万 这三万我要做的分路就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有人说这不跟存货跌价减备用的科目一样 对 代方 它不叫存货跌价准备 它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三万 往下问你 那么这时候我记题减值后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是最初的八万吗 不是 是八万减去你记题的减值准备三万 只有几万了 五万 那我记题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五万 我还可以使用四年 我是不是要把这五万在四年之内快速的给它摊销完 没错 如果我再告诉你 它的预计减残值假如说还是零 那就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第二年到第五年 我每年的折旧是不是应该是五万减去零除以剩余的四年 没错 咱们可以算一下一共有多少 就是五除以四应该算出是一点二五万 这是多长时间的折旧 每年的 那好 假如说五年的时间就这么风鸣浪静的过去 我想问你的是 你总的贬值额是多少 总的贬值额从最初的十万 变到最终的零 总的贬值额就是十万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十万有一部分是以折旧的形式体现的 大家想一下 第一年的折旧是两万 对不 二三四五每年的折旧 一点二五四年是五万 五万加两万折旧 是不是七万 没错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以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形式体现的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几万 三万 这是总的贬值额 这是折旧 这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我是不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说 我原值减 预计净残值 减去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就是我该提的折旧 对 所以折旧是一种贬值 减值准备也是一种贬值 往后只要提了减值准备 你用扣掉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五万 快速的在上课使用的年限内摊销 有没有发现我第一年提的两万 我根本就没动 对 这就叫未来使用法 这就叫既往不咎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把这块内容说清楚 那么括号二是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 按照我们前面刚刚算完的 是不是在不考虑其他情况 原值减预计净残值除以年限 就算出每年的折旧两万 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两万 固定资产的原价十万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五年 预计净残值零 是不是在你既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之后 你的年折旧从两万变成了一点二五 对 这四个都会影响你的折旧金额 不用再说了吧 在这提示一下 我们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的时候 当时你凭什么说他能使用五年 我们要综合一些因素来考虑 比如说该项资产预计生产能力或食物产量 我可能不是使用五年 我认为这个设备能让我生产出一万件产品 那我用总的贬值额出一万件产品算出一件产品的贬值额 我这个月生产几件乘以几 也不是不可以 第二 该项资产的预计有形损耗 我们只要用 是不是就跟这根比是终究有一天笔件会磨没了 这就叫有形损耗要考虑 还要考虑该项资产预计的无形损耗 啥叫无形损耗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个设备过时了 生产出的产品没人用 这是以什么形式体现 减值准备 肯定以它的形式体现 第四个 法律或类似规定对该项资产使用的什么限制 比如说法律规定 你这设备最多只能使用五年 那你只能在五年内把所有的贬值给它以折旧的形式展现 我们2022年考虑了一个多选题 他问你2021年6月20日 甲公司购置了一套大型机器设备 并于当日用于工程实工 甲公司在估计该套大型机器设备折旧年限折旧方法时 下列各项应当考虑的因素 A 法律对该设备使用的限制 不就是这个吗 然后还有该设备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 而导致了毁损 你买一辆车 你还没开 你就想着万一我要撞车 万一雷把我这车拼没了 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应该考虑的 该设备的预计生产能力在这儿 应该考虑 该设备的无形损耗在这儿 是应该考虑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 C D 这三个选项 不用背 也无需背 能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块三 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 是我的固定资产吗 是 我要对所有的固定资产 具体折旧 但有两种情况我不提 第一个 以提族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以刚才那例题来说 我原值十万 我预计净三值为零 我预计五年提折旧 每年两万 到第五年年末 我的折旧是不是已经提族了 对 哎 怎么那么巧 我发现这设备还能用 折旧已经提族了 还提不提了 能用你就继续用就可以了 门声发大财 所以以提族折旧仍继续使用的 我经常说 有事打干了 我不会再集体折旧 没有折旧可提了 第二 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国家刚建国的是单一国有制 国家会说 这块地化归这个企业 那块地化归那个企业 让你以固定资产入账 但不得集体折旧 根本就没有折旧 你土地有什么折旧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能问一下吗 我们现在企业获得的土地 叫土地的什么 使用权 现在不是寄固定资产 现在是寄无形资产 别错了 提族都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提示大家几句话 我们固定资产应该按月计提折旧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计提折旧 从下月期计提折旧 这个内容每年口试必会体现 比如说 我2022年12月1日买了一项固定资产 对不起 当月不计提折旧 你是要从2023年1月份开始提折旧 说明2023年提一整年的折旧 那么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仍计提折旧 比如说 我2022年12月1日减少的一项固定资产 12月份提折旧 提是从下月期不带计提 有没有发现 它就有一个最关键的字 是提和不提都是从什么时开始 下月 提折旧是从下月开始提 不提折旧 当月照提也是从下月开始 不再计提折旧 这个内容千万千万别错了 非常重要 特别重要 我们综合题里边每年必考这个题 这是第一个 提和不提都是在下月 第二固定资产提族折旧以后 那不就由事咋干了吗 无论能否继续使用 均不再计提折旧 没有折旧可提了 而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也不再补提折旧 啥意思 我明明预计这个固定资产呀 能用五年 但是很不幸 在第二年年末 我这个固定资产怎么了 甭管怎么了 除了安全事故了 反正报废了 那我是不是要从账上 把固定资产消掉呀 对 这时你绝不能跳脚跟说 我还有三年的桌就没提 没提就没提 就是在你已经提了两年折旧的情况下 把固定资产消掉 把两年的累计折旧消掉 接着往后核算 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不再补提折旧 然后提俗的不再计提折旧 别错了 第三个又来了 已经达到预定科省状态 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 改名吗 改 我依然要叫借固定资产 但再建工程 只不过我这固定资产 因为没有竣工决算 我暂且很低调的叫以暂估价值 确定其成本 比如说暂估价值600 我当然要按600提折旧 比如说我按600提了一年的折旧 假设出于50年提了一年折旧 在第二年年初 我竣工决算 我发现我真真正正的原值不是600 而是620 那好 我就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但不需要调整 以计提的什么折旧 也就是说第一年 你就按原值600提折旧 从第二年开始往后按620 正常的该提多少折旧 提多少折旧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三 不就等于改成620之后 用620减第一年折旧 剩下的快速的在剩余的49年之内 批折旧 就这意思 那么第四个 出于更新改造过程 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将其账面价值转入再建工程 不再具体折旧 更新改造项目达到预定科审状态 转为固定资产以后 再重新确定折旧方法 重新确定上车使用年限 重新集体折旧 有人说老师我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假如说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我有一项固定资产 比如说啊 长方 假如说我原来认为他能使用10年 那么我在开始使用的时候 前三年我认为很正常 我每年正常的提折旧 比如说这个厂房的原值 假如说100万 而我们所说的残值 比如说还是0 那我前三年每年提的折旧 是不是旧应该等于100减0 如果我认为是平均提折旧 等于每年提下了10万的折旧 这么说您承认吧 好 如果前三年风平浪静的提了三年折旧 您告诉我三年的累计折旧 一共是多少 是3乘以10等于30万 如果不考虑减值准备 到第三年年末 你跟我说一句话 什么 这个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有多少 所谓的账面价值 不就是原值100减累计折旧 减减值准备吗 我现在告诉你没有减值 那就减去三年累计的折旧 还有多少 70万 为啥要算这70万 很简单 在第三年年末 我决定对这项固定资产 进行更新改造 比如说我可能换一个核心的零部件 比如说他要是厂房 我可能把铝合金的门窗全拆了 我全给他换成三条铝状 听好了 从您拆门窗那一刻 这个厂房还能用吗 不能 不能用 是不是从一种本来完工的状态 变成没有完工的状态 对 从这一刻要做一件事改名 改成什么 改成再建工程 可是我原来是不是叫固定资产 您说对了 我就把固定资产在这个点给它消掉 贷固定资产原值100 固定资产没了 是不是累计折旧 也应该跟着减少呀 借方累计折旧 减少30 然后100减30的差额 是不是叫账面价值 对 给它改个名 改名叫什么 叫再建工程 其实 这再建工程是什么 是原值检测 就如果有检测准备 也给它扣掉 是我们传说中的账面 价值 好 往下数 如果这改扩件期间 比如说维持了六个月 那我问你一句话行吗 这六个月之内 画阴影的时间段 你始终是低调的 以哪个名称出现的再建工程 我提折旧 是对固定资产提折旧 您现在委委屈屈的 叫再建工程 提折旧吗 不提 所以我画阴影的时间段 既然叫再建工程 它是不提折旧的 您号称更新改造 您是不是得花钱呀 对 比如说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您又花钱了 花了25万 那我就应该是借再建工程 25万 代方 比如说清一色的是花钱 代银行存款25万 您的改扩件 您的更新改造 终究有完成的一刻吧 等我重新完成了 到这个点完成 六个月之后重新完成了 那是不是完工的要再一次改回名字 叫固定资产 我是不是把所有的在建工程加在一起 就是我改回名字 就是我改回名字的金额呀 70加25都95 就在这个点 我重新改回来 借固定资产95 但 再建工程 95 好 既然有了95 从这往后 既然改了固定资产 你是不是要重新提折药 对 记住了 我现在重新提折旧 除了这95跟前面有一丝丝联系 用你改名的账面价值 加成你改过件新发生的支出 如果要替换掉 一部分部件还要减去 除了这个可能跟原来有一点联系 从我再次改名叫固定资产的时候 我的折旧方法 我的年限 我的预计净残值 都可以跟原来一丁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经常把这个固定资产 叫固定资产旧 而把改阔建之后的固定资产 叫固定资产新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净残值 都可以完全不同 就这意思 更新改造期间 为什么不提折旧 因为它叫再建工程 我只有对固定资产提折旧 那我现在改名字回来之后 它叫固定资产提折旧吗 提一 后来的折旧 可能跟你前三年 每年的折旧金额不一样 没关系 新打鼓另开张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讲了两种情况 你提检值之后 是按新的数据 去提折旧 你更新改造之后 按新的数据 提折旧 没错 这两种情况 都等于在重新做人 该怎么提折旧 怎么提 说完了 好 这是一个 跟原来提的折旧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记住了 第五个 固定资产 在定期大修理期间 提折旧吗 提 只有两种情况不提 提足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哪怕你没用的固定资产 闲置的固定资产 你都得给我提折旧 更何况定期大修理期间 停用的固定资产 也是照提折旧 那么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我们刚才用了一种近似的方法 是用最初的价值原值 减最终的预期请三值 除以年限 我们认为平均每年的贬值都是多少钱 但实际永远是这样平均吗 不是 我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 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 我合理的选择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常见的折旧方法 有年限平均法 换个词 它也叫直线法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 除以年限 你算出的每年折旧金额相等 就叫年限平均法 第二种叫工作量法 实际年限平均法的一种变形 第三种叫双倍余额底减法 第四种叫年数所谓法 有人说后两种 我这名字咱这么熟悉 对 您忘了他们两个 最大的特点都是前期题的折旧多 后期题的折旧少 叫加速折旧法 在讲前边第一章的时候 我就说过体现了 谨慎性原则 这四种方法一经决定 不得随意变更 是一丁点都不能变 不是 是不得随意变更 别错了 就可以 那我们下边就讲这四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教材 洋洋洒洒给了个公式 用计划 不用 如果一个设备的原值 是十万 我这一回告诉你 它的预计的净残值 比如说是一万 我再告诉你 这设备可以使用五年 您能不能给我算出 每一年的折旧 没问题 那就是最初的十万 减去最后剩下的一万 总的贬值额九万 九万除以五年 算出来每年多少 一点八万的折旧 这就叫年限平均法 或者简称为直线法 最大的特点是 每年的折旧是相当大 往下说 我们预计净残值 通常给的都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有时候它给的不是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它给一个叫预计净残值率的一个概念 假如说预计净残值率是10% 那我还是算年折旧额怎么算 依然是十万减去 我不还是要减去预计净残值吗 预计净残值就是原值乘以预计净残值率 除以年限五年 是不是也能算出每年一点八万 对 但我现在不想往下算了 我现在变现形 是不是变成十万乘以一减百分之十 这是数学上的提供因实惠吧 除以五年 这十万是什么 原值 如果我把原值看成一项 而把剩下的看成另外一项 也就是一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年限 我们把方框里边的给的称之为一个年折旧率 你看一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年限 不就得到年折旧率 用年折旧率乘以原值得到的不就像年折旧额吗 能说不对呀 我们折旧按月集体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除以十二 就跟你算出每年的折旧额一点八万 那一个月折旧额不是一点八除以十二 可以吧 可以啊 还可以怎么算 我还可以先把它后边这算出来 就是一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五年 再除以十二 这叫越折旧率 乘以原值也能算出越折旧率 没了 那这公式用几 不用 你记得还干什么 记得越多你越容易糊涂 举个例子 企业有一个厂房 原价五十万 先写上 预计净残值率百分之十 那就是减就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十 除以二十年 这是一年的折旧 除以十二 一个月折旧 一八七五 没了 你说我非得要写的文字就可以 那不就是五十万乘以 一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二十年 再除以十二 这不是传说中的越折旧率吗 乘以他也能算出越折旧额一八七五 用记得公式 不用 知道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 工作量法 其实它是直线法的一种变形 当我知道这个设备能使用五年的时候 我就除以足年限 而现在我这设备能使用 不是按几年来算 是按它的工作量来算 比如说我买一辆卡车 最多行驶十万公里 那十万公里不就相当于五年的概念吗 或者我买个灯泡最多能点一千小时 这一千小时不就相当于五年的概念 那么将来比如说以卡车为例 我的工作量法就是原值减去预计的净参值 比如说一辆卡车能行驶十万公里 我不是除以五年 我是除以十万公里 算出一公里的折旧是多少钱 我这个月行驶了三百公里 那么一公里多少钱乘以三百公里 就算出这个月该提的折旧 用往下说吗 不用 公式用特意备吗 不用 举个例子 假公司的一台机器设备原价是八十万 预计生产产品的产量最多生产四百万个产品 那我只要除以这四百万 是不是相当于算出一个产品或一件产品对应的折旧呀 你这个月生产多少价一成不就可以了吗 他说预计净参值率百分之五 您可以高达上的写成乘以一减百分之五 还可以写成八十万 减八十万乘以百分之五 算出一件产品的产量 这个月生产了四万件产品 乘以一件产品的折旧 不就能算出这个月总折旧是七千六 用特意去说不用 所以像这样的公式什么单位工作量的折旧额 这样的公式看看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种 来了 第三种叫双倍余额递减法 为啥叫双倍 它会乘以二 它属于什么 加速折旧法 体现了什么 己慎性原则 它的特点是什么 前期提的折旧多 后期提的折旧少 好 我们看一下 先给了个定义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的情况下 是永远不考虑吗 不是 只是最初不考虑 根据每期期出固定资产的原价减据累计折旧后的金额慢点 如果原值只减折旧得到的叫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再说一遍 原值只减折旧得到的叫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再减减值准备得到的才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啥意思 举个例子 假如说一个设备的原值比如说十万 我告诉你预计净残值假如说是零 五年平均提折旧 是不是相当于是除以五年算出一年的折旧额 对 这个式的我可以不可以变现 行就是原值十万减去预计净残值乘以五分之一 可以啊 这五分之一是不是我们传说中的年折旧率啊 对 双倍余额递减法借鉴的就是直线法这种方法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在最初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的情况下 假如说不考虑预计净残值 那我第一年的折旧是不是变成了只有原值乘以五分之一啊 对 但是这样的简单演化不符合我高达上双倍余额体检法的原理 我叫双倍 其实我后边乘以的就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也就是说第一年的折旧就是原值乘以 所倍的双倍就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因为这是一个二倍的关系 所以叫双倍余额体检法 有人说为啥不乘以三不乘以四 您出生的太晚了 您要出生的早一点 别人没创造出这种折旧方法 您乘以一百我没意见 您把这种折旧方法去掉 我少讲一种 我也没意见 年限分之二是原折旧率 好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就是年折旧率是年限分之二 只不过双倍余额体检法是永远狠心的不考虑预计净残值吗 不是 它是在折旧到期前两年内一次性的扣除预计净残值 平均弹销 啥叫平均弹销 除以二 在最后两年把预计净残值一次性的给我减掉 除以二 所以双倍余额体检法的折旧 前期提的多 后期提的少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到期前两年的折旧 相等 这个千万不能错了 所以这块理论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下边我们看教材的这道例题 假公司某箱设备原价是一百二十万 预计数年限为五年 预计净残值率为百分之四 您可以不可以告诉我预计净残值是多少 当然是原价一百二十万乘以百分之四 应该是四点八万 好 假设假公司没有对该机器设备具体检值准备 用双倍余额体检法 机体折旧 双倍 我首先什么都不考虑 我就能算出一个年折旧率 不是年限分之二吗 你的年限五年就是五分之二 可以文字周的多写个百分之百 算出是百分之四十 这就是我要用的年折旧率 首先第一年的折旧 您不是说最初不考虑预计净残值吗 只剩个原值 那就是一百二乘以年折旧率 百分之四十得四十八万 没了 对 第二年的折旧 还用一百二乘以百分之四十 您再乘一年就发现透了 不可能 我要用原值一百二减第一年的折旧 慢 只剩一年的折旧 我得到的一百二减四十八的差额 叫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我是以净值乘以年折旧率百分之四十 算出第二年的折旧二十八点八 然后第三年的折旧应该用原值一百二减 第一年折旧四十八减第二年折旧二十八点八 乘以百分之四十 算出十七点二八 那么第三年的折旧算案 有人说第四年折旧原值减 前三年折旧乘以百分之四十 不对 这个折旧年限一共是五年 岁月如梭时光震染 转眼已经过去三年了 还剩几年两年 在最后两年您要做的一件事是平均摊销 如果五年那是第四年第五年平均摊销 八年是第七年第八年平均摊销 我是不是在平均摊销时 要一次性的把你算出来的四点八的预计减残值 给它减掉 对 不是永远不减 是在最后两年扣掉预计减残值 但是 我已经提了几年折旧了 三年 我要用最初的原值一百二减 第一年折旧四十八减 第二年折旧二十八点八 减第三年的折旧十七点八 再减预计减残值之后 除以二 平均摊销 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折旧是十点五六 没了 这就叫双倍余额递减法 我说清楚了吗 它有两大特点 第一特点 它的年折旧四十八 二十八点八 十七点二十八 十点五六 是不在逐年的递减 前期提的多 后期提的少 第二个特点是 最后两年平均摊销 五年是四五两年平均摊销 八年是七八两年平均摊销 别错了 好 就算到这 那么在这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假如说我要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我前面说的固定资产 都没有说具体是哪年哪月 那所有企业都是一月一日买固定资产 到年底都提一整年 不对 它可能是中间买固定资产 那折就应该怎么算 比如说 我现在算出五年的折就 分别是四十八 二十八点八 十七点二十八 假如说 我给你画个图 第一年的折就是四十八万 第二年折就二十八点八万 然后第三年折就十七点二八万元 第四个折就十点五六 包括第五年折就四五两年 不都是十点五六 它所谓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 是一个统称 什么统称 其实它所谓的第一年折就是四十八万 它就可以说成第一个十二个月 折就四十八万 而二十八点八就可以说 第二个十二个月折就是二十八点八 同理第三个十二个月折就是十七点二八 但现在不对 如果我告诉你这道题固定资产的购入时间 是二零二二年五五月 啥意思 我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提折就吗 不提 从下月开始即提折就 那我应该提折就 是从二零二二年六月开始提折就 对吧 那我要从六月开始提折就 是不是前五个月不提 我二零二二年一共要提七个月的折就 这么说您夫妻吗 对 您十二个月 第一个十二个月的折就 一共是四十八万 而我现在只是把十二个月当中的前七个月的折就 反映在二零二二年 那有人乱了套了 怎么算 不怎么算 双倍余额提减法 仅适用于年折就的情况 到每个月的折就 比如说你二零二二年不是提七个月的折就吗 那我就应该是四十八万用一种近似的算法 只是除以十二个月算出一个月的折就 乘以七个月 这个就是二零二二年该提的折就 乘以除以十二乘以七 是不是可以写成乘以十二分之七 没错 可是这不是还有五个月的折就吗 没关系 这五个月的折就 二零二二年肯定不要了 除以十二个月乘以五个月 这五个月的折就 肯定算在二零二三年的头上 可是二零二三年一共十二个月 这才有五个月 没关系 我把这二十八点八 前七个月的折就 二十八点八 除以十二个月乘以七个月 你看五个月加七个月 这不就拼凑成二零二三年吗 同理 后五个月肯定不能算二零二三年的 就是二十八点八除以十二个月乘以五个月 该十七点八了吧 十七点二八除以十二乘以七 把这两部分拼凑成二零二四年的折就 依次类推 就是前十二个月折就是四十八 第二个十二个月是二十八点八 您用几个月就从里边分割出几个月 剩下的算下一年 依次类推 所以二零二二年应该提的折就 就是四十八除以十二乘以七 也可以写成乘以十二分之七 二零二三年应该提的折就 不就是四十八乘以十二分之五 加上二十八点八乘以十二分之七 依次类推 我不管你哪个月勾进的 我就笼统的先算出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的折就 然后我再详细的按月份 一点点去分割就可以了 这是双倍余额抵减法 说清楚了吧 好 那么第四个叫年数总和法 年数总和法 它的基数是一样的 都是原值减去预计的净残值 但是它后边成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的分母非常特殊 就是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 啥意思 比如说我要告诉你 预计使用年限四年 那就是从一加二加三加四 如果八年从一加二加三加四 加五加六加七加八 如果十年从一加到十 二十年从一加到二十 这是它的分母 分子是尚可使用年限 比如说我一共是四年 站在最初我上科使用年限是分之四 然后再往后到第二年 用了一年上科使用年限分之三 再往后一年上科使用年限分之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它的分母 是从一加到几 比如说四年从一加到四 分子是四三二一 那要八年了 分母是从一加到八 分子是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没了 这就叫年数总合法 因为它的基数固定不变 但是你乘以到分母 在不断的减少 它的折旧也在每年递减 也体下了己慎性原则 别错了 比如说它还说沿用上边的例题 它让你算每年的折旧 一定先给我用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之后 乘以每年递减的分数 我们前边这道题不是一共五年吗 原值120万残值率4% 那原值减残值就是120万减120万 乘以4% 五年分母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十五 十五分之五四三二一 算出每年的折旧额 384000 307200 230400 153600 76800 没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题 那如果我把这块内容稍微给你多说一句 第一年折旧不是384000吗 有人说你又该讲那个了 第二年折旧不是307200吗 第三年折旧是230400 依次类推 它的特点是不是乘以每年递减的一个分数 折旧在逐年减少 这也叫加速折旧法 也提下了谨慎性原则 如果我往下说 我告诉你 我这设备是2022年的10月5日购买的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下月提折旧 我应该是从11月开始提折旧 那就意味着我2022年一共应该提两个月的折旧 一样的 首先我们应该用38400 这是12个月的折旧 除以12算成一个月的折旧 乘以2 这是我们2022年该提的折旧 而剩下的38400除以12乘以10 不还有10个月折旧吗 跟你这儿的307200除以12乘以2 这两部分拼凑成2023年的折旧 依次类推 还用往下说吗 不用 都是这么算 这是括号4 我为啥给你补充的这么详细 因为他认为你高达上的住的会计师 这些都是你应知应晦 括号5 固定资产 折旧的会计处理 您不是说固定资产应当按月集体折旧吗 你就要用到一个资产类的叛徒 或者说背底科目累积折旧 资产类增加及借方 而它增加及带方 带累积折旧 借方 你的用途不同 我们可能记住不同的会计科目 比如说生产车间生产设备该题的折旧 我们就借制造费用 有人说记住制造费用不就等于记住了存货的成本 您说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企业管理部门使用的折旧 比如说财务部门使用的电脑等等 记住管理费用 还有一个没有使用的固定资产集体折旧 有些没用的固定资产就在那风吹雨林晒着闲置的提折旧吗 提 只有两种情况不提 提足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 历史遗留问题不提 剩下的都提 但是未使用的固定资产 是不是很难区分是哪个部门在用啊 那我就把它记住管理费用 我已经说了两个了 隐隐的有没有一种感觉 其实我们提折旧是按照受益对象来记住相应的成本费用 比如说销售部门使用的设备记记折旧 记销售费用 往下说 如果是经营出租的固定资产 比如说出租一台设备 出租用什么 收的租金是其他业务收入 销售材料类存货是其他业务收入 那对应的折旧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如果是研发无形资产 我们提的折旧是研发支出 如果是再建工程使用的设备 记入再建工程 比如说哪有再建工程使用的设备 您改厂房 您的那些推土机挖掘机 提的折旧 记再建工程 如果你提取的安全生产费还记得吧 费用化的是借专项储备 带银行存款 形成资本化固定资产的 但你改名叫固定资产 是不是全额充减 专项储备带累积者就 对 后边还会学到非货币性 职工薪酬 我们要借应付职工薪酬 这些内容至少前边几项 您要能记住 后边的特殊账户处理 我会一点点给大家说 这就是我们固定资产 折旧的快据处理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企业选择固定资产的折旧方式 你要能体现跟经济力 有关的预期消耗方式 您如果每一年产生的经济力 大致是均等的 那我每年的折旧额相当 如果你前期产生的经济力多 后期产生经济力少 那我采用加速折旧法 那既然它要体现经济力的 预期消耗方式 就一个问题 我可以不可以以收入为基数 一体折旧 不能 为啥呀 因为我说的非常明确 我要反映经济力的预期消耗方式 而收入确实是一种经济力 但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投入生产过程销售等因素 而这些因素 压根跟我预期消耗方式无关 记住结论 所以不应以包括什么固定资产 在内的收入为基础 进行折旧的计题 这是我提示的 而且今年 实际应该说去年2022年考了我们所说的客观题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你买一辆汽车预计能是五年准吗 估计的 万一中间那车碰碰马来牙子 你觉得哎呀五年用不了只能用三年 万一你开的特别节约 你觉得五年还能用 我能用八年 折旧的年限 也就是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 可能在不断的变化 会计准则给了您一个任务 您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中了 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进行符合 啥意思 你得考量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证据表明 你的使用寿命的预计数 你的预计净残值的新的预计数 跟原来的估计数有差异 有怎么办 有要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调整预计净残值 但调不调折旧 不调 大大的写四个字 不调折旧 啥意思 您前边提了两年折旧 都是按2%的预计净残值提的 到第二年年末 你认为你的预计净残值 该改为3% 你就从第三年按3%提折旧 前两年的折旧一点都不调 这叫啥 会计估计变更 这叫啥 未来使用法 这叫啥 既往不咎 别错了 也就意味着 跟固定资产这一章有关的变更 都属于会计固计变更 不需要对以前已经积极的折旧 追溯调整 当然了 比如说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 所处的经济环境 技术环境 以及其他环境的变化 也可能使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力 预期消耗方式有重大改变 我可以改变折旧方法 我原来认为年限平均法合适 我现在认为双倍余额底减法合适 那折旧方法的改变 也是会计固计变更 背起来 背什么 跟固定资产沾边的 不论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 折旧方法的变更 都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都是从变更开始往后用心的 而原来的 以往不咎 这就叫会计估计变更 这就叫未来使用法 我们下一张无形资产 他的什么 谈销年限 谈销方法 预计正残值的变更 也是会计估计变更 让你区分是不是会计估计变更 每年选择题必考一个 二分是白给的 你最好相信我说的话 这是我们所谓的标题一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